所以人活在世界上 成功的人能够明白 这是在于他们自己什么都靠自己在做 什么自己不能做 他就不去做 这就是孔老夫子讲的 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非理无言 非理无听 非理无动 我知道这些不在理上的 我不能去听 这些不能说的话 我不能去说 失败的人为什么会失败 因为他们自己不知道 自己到底在做些什么 他们好高悟远 做出来的事情 那一定是失败的 所以人要有自知之明 不要相信世界上有一些 有失常理的事情 因为这个世界上 只要离开了常理 你可能就会失去理智 想一想是不是这样 想一想 很多人买六盒彩 想让自己一夜暴富 有多少人买了一辈子六盒彩 最后永远种不到 给别人 个别人的机会 这些有失常理的事情 你天天在追求着 你时间长了 你就是个贪心的人 最后你就是一个愚痴的人 台长告诉大家 再好的事物 如果你自己不能认为 自己能够战胜自己 那么你一定会吃苦头 举个简单例子 如果一条龙一生出来 别人跟他讲 你一辈子就会在泥浆里打滚 他最后充其量 像一只泥丘一样的 活在世界上 他绝对不会翱翔在蓝天当中 我们今天要告诉你们 佛陀在两千五百年前 就已知我们众生 皆具佛性 我要告诉你们 你们是未来的佛 你们每个人自身都很有能量 你们一定能战胜自己的劣根性 你们能够消除业障 你们能够回到天上 所以有了这种心愿和愿力和信心 你才能真正的成为菩萝 你才能真正的成为菩萨和佛呀 所以学佛人要经常的惭愧 经常的把自己的过去要忏悔 唱起前沿 就是我为什么做错 毁其后过 就是我不能再做了 我下次一定不能再做了 这样你才活在智慧当中 一个人为什么一天到晚犯自己办过的错 那就是他没有找到他自己真正的忏悔心 所以在人生当中一步一步迈向成功的人 他是一个懂得忏悔的人 很多人离了婚又结婚 结婚又离婚 离婚又结婚 他不停地在办自己已经办过的错误 他总是想找到一个能够适合于自己的人 他从来没想过 为什么自己不能改变自己 去适合别人来创造这个家呢 这就是人的愚痴之处 希望大家一定要常忏悔 总结经验跟学博一样 自己在学博路上 我们跌跌撞撞 不知道走到哪里 今天我们要一心一意 跟着我们观世音菩萨 遵照我们佛陀的教诲 如理如法正性正念的修行 这就是一条光明大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